娱乐圈越来越多人归信耶稣基督,真是一个可起的现象。 日前,红歌星郑寿文接受浸礼, 在一众信徒的面前正式宣认信仰加入教会, 原主赐福给他有美好的见证,祝福更多的人。 较早前,郑寿文在中国基督播道会讲福堂接受浸礼, 宣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人。 回想信主的经历,郑寿文表示, 他在好早之前已经相信这位生命的主宰, 其实我已经信了十几年,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跟着我姐姐在一间教会里缺了志, 但是后来就因为可能这么多年做事, 个人的关系都是在做事, 或者生命安排, 可能神都觉得未是时候, 他就开始,好像十几岁就开了个头给我, 但是中间那段时间, 其实我都一直, 我不算是十分虔诚的, 也有对其他宗教也发生过兴趣, 但是到最后我始终觉得, 这个宗教给到我最大的感动, 这个感动是其他宗教无可比美, 而且我自己过去两三年的一些经历, 就是对生命的一些经历, 或者对事情的一些experience, 令到我在信仰里面, 找到一种很大的力量, 和一种勇气, 这一件事是我自己很切实的一个感受。 在浅礼里面, 郑收文提到自己, 以前以为赚得越多的钱就会越开心, 但直到他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才发觉, 唯有相信耶稣, 才找到真正的快乐。 郑收文在很多人的生活中, 都挺成功, 有点钱, 有点利, 但这种有点利, 其实是带不了给你很安稳的, 可能你银行有很多钱, 有很多名利的时候, 你会很害怕有一天我失去我怎样, 我突然之间没了钱, 我突然之间我不再, 他是一个很红的艺人, 我会怎样呢, 我会常常不停有很多这种忧虑, 但回到神的角度里面, 我很清楚, 在神的角度里面, 其实大家都平等, 都是谦卑, 我不管你是郑收文, 还是诸秀文都好, 你就是神的子女, 你要有谦卑的心, 还有, 神要给你, 他就给你, 神要拿走, 你不要问原因, 神会拿走, 自会有他的原因, 所以, I'm ready, 即有一天, 当我是 nothing的时候, 当我可能, 我这次没了, 当我命运地位没了时, 我很清楚, 我还是神的义女, 我依然是我, 这个很重要, 给到一种真正的喜乐, 而这种喜乐, 不是从钱, 名誉, 或者在这一圈里面的成绩, 我很清楚, 而且, 我相信基督徒都会受很多试炼, 我只过去两年, 我这么多经历, 人生里面有一些经历, 或者, 有一些体会, 其实是, 其实神是要带我回来, 不要常常摆到自己这么高, 你去到更厉害, 更高的位置, 神要给挫折, 你原来都是不堪一击, 人都是不堪一击, 我看到自己的脆弱, 我最开心的地方, 我可以在很多人面前, 承认自己的脆弱, 以前我很喜欢很强, 我是很强, 我很聪明, 但是, 回到神的角度里面, 我不介意在很多人面前, 呈现自己, 柔弱的一面, 脆弱的一面, 但是我也要告诉别人, 靠着神可以重新出发, 这件事是绝对有可能的, 纳致重新跟随耶稣的郑秀文, 除了勤读圣经之外, 还经常收看创世电视, 希望从中吸取更多的圣经知识, 我自己绝对是一个, 支持创世电视台的其中一个粉丝,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在不同的电视台的频道里面, 可以有一股清传, 对于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 接触神的频道, 但是对于不是基督徒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她们的心眼, 去接触基督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她们的心眼,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像听 者 学会 者 reh愚一样,